焦點視頻李應聰風水命理 大家好我是Ashley 今天很榮幸可以準備十條問題訪問李應聰師傅 我們現在大家一起去吧 焦點視頻李應聰風水命理 大家好我是Ashley 今天很榮幸可以邀請到李應聰師傅為我解答十條問題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應聰師傅 今天很開心接受焦點視頻訪問 Ashley可以隨便問 我們今天準備了十條問題去問你 我們馬上進入第一題 作為一個玄學師傅 你認為最重要是認識一些什麼知識 或者認識一些什麼處世態度 這條問題問得很好 如果你說我自己做了這一行大約有十幾年的時間 如果你說首先一定要掌握知識 當然是我們由中國人所發明的 就是一些命理的基本知識 例如陰陽 甲月秉丁 八卦 這些知識 我們都要知道 但這個是最基本的 第二方面來說 就是我們一定要明白 其實中國人去發明這件事 它背後的理念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宿命 經常聽到人說 宿命注定 鄭壽文以前有宿 叫做宿命 這個宿命是什麼呢 其實是說28星宿 就是天上運行的一個星宿 而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出生的時候 當時的天上的星象排列 就影響著我們地球在那一刻裡面 所出現的一些事情的發展性 我們可以將它科學去解釋 就是說是一種星體運行 而帶動了一些磁場 就影響著我們的人生的際遇 我們要了解這件事 但這個都是在時間方面而已 第二方面我們要了解 當時的風土民情 同一個命格的人 同一個命格的人 他生在百多年前的皇帝年代 和現在我們所說的 就是民主自由的社會裡面來講 因為制度不同了 所以當我們用一個命令的角度 去跟客人或者跟一個命主去分析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風土民情放回去 才能夠解釋到一個人生 我打個比喻你就會明白了 以前你知不知道 通常那些人是何時結婚的 百多年前那段時間 很年輕的 大約年輕到甚麼情況 以你所說的 13、4、5、6歲 可能是差不多 好像這個年紀已經結婚了 但我相信今時今日來講 大部份的男生或者女生 16歲你都可能是偶下偶下 在讀書的情況 你畢業都可能已經要23、4歲了 我當你畢業立即出來結婚 都起碼24歲 這件事已經跟以前的風土民情 是已經完全不同 第二方面 以前 我們經常聽人所說的 盲婚啞嫁 可能你跟一個男生結婚 你都未見過他的樣子 但因為要傳宗接代 所以要嫁了 但現在不是 我們叫自由戀愛 好像運功一樣 你不喜歡這個男朋友 就飛去 完完全全是不同的 我們就要把這個 現代的民風 把命理學跨歐 才能夠跟命主 去了解他的人分 這樣的情況 明白 那承接回上一條問題 由一個好像我這樣的普通人 要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原學家呢 都很多人問 這件事 平時見客的時候 批完命 那些客人覺得很神奇 真是準 你第一次見我 就已經可以知道我的性格能力 人生的起跌 這樣的情況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問 我可不可以做你這一行 這樣的情況 首先我覺得 從事任何一個行業都好 首先來講 你一定要有強烈的興趣 在這件事 原學有什麼興趣可言 其實說到尾就是八卦 就是說 我真的很喜歡去探討一下 為什麼我的朋友 為什麼他經常會換男朋友 這樣的情況 我想八卦一下 究竟他是什麼命 為什麼他經常會換男朋友 八卦 當你很八卦的時候 你就會沉根究底 去了解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一個天三八卦的人來講 其實他本身就有 追尋原學這個 學術的基本條件 第二方面來講 就是他中文的程度 最好有一點國學的根基 因為我們現在平時 我們去研究一些 中國的原學 這一種的術數 不多不少 我們都要看一些 以前明清朝 所帶來的書籍 裡面其實都寫得很白話文 都不是什麼文言文 但也有一定的中文程度 如果那個人 他可能是翻書仔 全部都是學英文的話 他可能看的時候 他就非常非常艱辛 第三方面來講 如果特別是一個命理學 我們所說的命理 命理學的意思就是 用你出生的年月日的時間 去排成一個命盤 然後去分析 他所出現的一些 命盤裡面的字 其實可以所說的 是一種異景的東西 一種代號的東西 譬如好像紫微斗數 這樣的情況 你紫微星助命 這樣就點點點點點點 如果你是一個 我們叫做八字 紫蘋八字來講 你是一個 目明格的人這樣的情況 我們要將這件事 和一個真實的人去跨歐 你就一定要有些幻想能力 譬如紫微星 這件事來講 我們以前看一套戲 叫做風神榜 你應該聽過的 風神榜有不同 有姜子牙、諸如此類、咒黃 這些情況 可以代入在紫微星裡面 就是紫微斗數的命盤 有不同的星 可以代表那個人物 當你見到這個人 七殺助命 立刻想到 他是一個將軍的 形格的一個人 有一個聯想能力 譬如在一個紫蘋八字裡面 你是一個 甲木命格的人 我們要想到 甲木就是一棵大樹 大樹需要些什麼元素 他才是生長得漂亮 是帶有些大自然 畫的意境 所以一些比較 詩情、畫意、性格的人 他學原學術數 他比較容易能夠了解得到 就是這樣 明白 明白 你認為一般人 對於原學家最大的誤解 是什麼呢 一般人 對於原學家最大的誤解 就是當作原學家是神 其實這件事 我經常都在不同的節目裡面 我都分享過這個見解 這個現代社會裡面 有很多種不同的專業 是吧 有會計師 有律師 有醫生 這樣的情況 好 譬如假設之間 Ashley你去看病 即是Touchwood Ashley你現在有很嚴重的新冠肺炎 哈哈哈哈 詛咒一下你這樣的情況 好 你去看醫生 你覺得這個醫生 是不是100%一定可以醫好你 你覺得 不是 不肯定 是不是 現在全世界已經有很多人死亡 我們沒有人都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 就是說 我有病是要看醫生 但是醫生 是不是100%醫好自己 這個是不一定的 好了 當醫生醫不好你的時候 你臨死那一刻 即Touchwood 你會不會詛咒醫生 你是一個醫棍來的 為什麼你是醫生都醫我不好 這樣的情況 你不會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嚴重的疾病 好了 又打第二個比喻 假設一個做生意的女強人 因為可能你觸犯了一些法例 你現在犯了官司 那你就要請律師幫你打官司 你覺得律師 是不是一定可以幫你打掉這個罪名 其實都是不一定的 因為都是要講證據 講分析 好了 其實同樣道理 我們作為一個原學家 一個命理師 OK 其實都不是可以百分之一百 將一個人的人生的每一個細節 完完全全是可以勾畫出來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剛才我講過 在第二條問題裡面來講 其實那個命理師 他是需要有足夠的封土文情的認識 一個聯想力 甚至乎他個人的人生經驗 去將那些代號 什麼紫微聲 七殺聲 甲目 這些字 和命主的人生 將他對應 跨歐 如果那個命理師 自己可能太過年輕 可能他是二十二三歲 他自己都未拍過拖 OK 那他請問 怎樣可以解答到一個 婚姻有問題的命格的人呢 他都幻想不到 是不是 可能是 可能是 你戀愛經驗很豐富的 可能你同一時間有十幾個男朋友 假設是這樣的情況 OK 而我是很單純的一個命理師 我是從未拍過拖 當我和你批命的時候 你和我說你有十幾個男朋友 我根本就呆了 不懂得回答你 因為我不相信這個世界上 會有十幾個男朋友的一個女生 因為我自己都未見識過 那我又怎樣可以 能夠在這個命盤裏面 解答到這個問題呢 所以其實一個命理師 他准不准 其實都很視乎那個命理師 自己本身的人生經驗 見的人物 那個層面 夠不夠闊 如果那個命理師 自己本身 可能是周遊列國 他見過很多不同的民情 他由貧窮到富貴 他都見過了的時候來講 他批命的那個準確度 就一定是很高 就是等同於一個醫生 當他醫療病症的例子 越多的時候 他一定很容易可以 治好一個對方的人 但是如果一個命理師 他自己本身的人生經驗 不是他的術數功力 是他的人生經驗 不足夠的時候 就一定會有偏差了 但是這樣東西 不代表這個命理師 他是一個神棍 但是在坊間 一般人的角度來講 你可能批算十件事 可能你錯了一件事 就說這個是神棍 騙的 吹水的 就是這樣的情況 這就是一般人對一個原學家 命理師裡面來講 一個過分黑球的一個幻想 以為命理師就是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方面來講 就是很多人都喜歡改運的 好像批完就一定有運行 譬如可能Asley 你沒有什麼男朋友的 桃花不好旺的 批完就解釋了 你的命格桃花真的沒有的 這樣的情況 可能要七年後才有男朋友的 這樣的情況 你就很擔心了 七年怎麼過呢 師傅 可不可以有些方法 幫我改變命運 這樣的情況 如果個個都可以改到你的命運的話 你的批命其實就不會準確的了 因為你都不知道有沒有幫你改過 背後 其實來講 就是命運 批完之後 其實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知道在什麼情況 應該花一些心機在不同的地方 譬如你現在的命格 現在桃花是很弱的 但是事業運旺的 你就應該把你的精神 擺在事業上 就不要擺在拍拖上 這樣的情況 那你就叫做吹吉避空 但反過來 不是啊 我身邊的朋友都拍拖 只有我沒有拖拍 我要放棄我的事業 一定要追求戀愛 那你就變成 沒有辦法運用到你的命格裡面的優勢 從而 就會走錯路了 我們所講 而因為一般人 就覺得命理師和神是跨勾的 好似批完之後 你只要改個電話號碼 又或者帶條水晶鏈 你的命運就可以改寫了 這個就是一個迷信的角度 在我們社會上面 有很多人都相信玄學 那你認為有甚麼原因 令到玄學在香港 尤其是在這個社會的風氣 是這麼多人會去信的呢 其實這條問題來講 是建基於一種未知的恐懼 你怕不怕死呢 我又不是很怕 為甚麼呢 因為知道一定會來 一定會來的 但你怕不怕死了之後落地獄 都不是很怕 你被人分屍了 勾你離根 為甚麼呢 為甚麼你不怕呢 很慘的 灰飛煙滅 因為你會覺得 平身不做虧心 才滿夜敲門又不驚 但如果其實你本身做了很多壞事 你怕不怕 其實你是一個魔女 你做了很多壞事 你怕不怕呢 那應該就會怕 是 其實來說 我們真的沒有人知道 我們死後去了甚麼世界 所以 當然不是全部人 可能會有一部分的人 或者一半的人 他可能很擔心 死了之後去哪裏 他很害怕 所以你會經常見到 有些人又說 要做很多善事 要為未來 死了之後可以上天堂 諸如此類 其實究竟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天堂與地獄呢 其實是沒有人真真正正答到你 不過因為你怕 死了之後 上不了天堂 會落地獄 所以你就逼自己 要做很多事先 OK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在我們現實生活裏面 其實同樣道理 我們很多人來說 對於一些未來未出現的事情 我們會擔心 可能譬如你現在 剛剛畢業 究竟我未來 有沒有錢呢 是不是很害怕 如果未來沒有錢 我會撿紙皮 這樣的情況 我見到我身邊 很多年紀大的朋友 都離婚了 究竟我自己未來 會不會離婚呢 是不是 經常都會有一種恐懼 這種恐懼 是來自於一種 對於一種未知的幻想 所以很多人來說 就會追尋一些圓學 我希望透過圓學裏面 可以知道自己的未來 大約是怎樣的走勢 從而可以預早準備一些東西 打個比喻 譬如跟你說 五年之後 很容易會有一些交通意外 OK 因為我知道五年之後 很容易會有交通意外 我起碼有幾件事可以做 第一來說 我五年之後 儘量不要開車 儘量不要玩賓珠針 儘量不要走去跳降落散 防止一些危難的東西 第二方面來說 我可以買寵意外保險 是不是 我起碼真的有事的時候 我家人都可以有保障 但如果你甚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以前有一句說話就是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當我不知道自己的前路是如何的時候 我究竟應該怎樣走自己的路 你就會有一種迷失的狀況 這個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很有自信 有些人是沒有安全感的 他就會更加需要透過這件事 希望等自己未來的安排 能夠預先做多一些事情 他就覺得放心 就是想透過玄學好像一個指路明燈 是的 沒錯 就是這樣 同時間也有很多人 會把玄學和一些靈異事件掛勾 你自己作為玄學師傅 你覺得 是不是一個正常的狀況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的 其實來說 玄學和一些靈異事件 其實不算是直接有關係 就是說一個玄學師傅 其實他不等同於他可以見到鬼 或者他懂得驅鬼 或者他相信鬼 一個玄學家他未必相信有鬼存在 因為玄學所講的就是我們第一條問題所講 其實是由一個星宿的運行 最簡單就是太陽和月亮 因為太陽和月亮就是最近地球的 第三就是木星 木星是最大的九大行星之一 他們的運行會影響磁場 例如 你是小姐 月亮的周期會影響女性的月經 這個就是說 原來星體運行的磁場 是會影響我們人生的息息相關 每一樣東西 其實玄學家就是相信 這一樣的磁場影響我們的命運 所以我們是研究這一樣東西 等同一個古科學 不代表你相信這個世界上有神有鬼 而靈異方面來說 就是現在我們所講的法科師傅 他就一定要相信有神有鬼 如果不是他念咒這樣請什麼下來幫自己 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兩東西就是分開的 但是因為一般的人客 他們很容易會把這兩者混合在一起 他以為一個玄學師傅就是通天地萬能的 他又懂得算命 又懂得看相 又懂得捉鬼 這樣的情況 其實這件事是不一定的 就是我們叫做術有專攻 有些人捉鬼很厲害 他真的有陰陽眼 可以見到鬼 見到神這樣的情況 有些人他是完全見不到 但是他是 懂得怎樣去計算天體的運行 和人的命運的跨毆 當然有些人是兩者都懂 所以就不同 不同的 就是一個醫生 他可以西醫又懂中醫又懂 但是他懂西醫不一定懂中醫 中醫也不一定懂西醫 不過有些人是中西醫也懂 那是不是作為玄學家一定要有個宗教 不一定的 亦都不一定需要的 等同於就是說 因為當你相信宗教的時候 其實等同於你相信世上有鬼神 但是其實玄學家是不一定相信有鬼神 所以其實不一定有宗教的 那相信佛教也可以的 佛教隨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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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佛教都有釋迦牟尼的佛祖 你都會相信這樣才有 那些人說 我都不相信佛祖的 那些情況都沒有所謂的 是 明白 明白 那如果有些人說 touch root 發生的靈異事件 在自己身上 他們尋求找你們的幫助 那你們會怎樣做呢 嗯 那首先來說 如果假設一個人客 他真的可能撞了邪了 這樣的情況 那會怎樣幫助 如果本身我是一個法科師傅的話 通常我們所說的法科師傅 都是茅山 或者錄蔭神功 這些東西 叫做錄蔭祖師 通常那些做法就是 可能會寫到符 或者做長法事 這樣的情況 那如果譬如我不是一個 法科師傅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第一 我可以譬如介紹這些客人 去找我雙熟的茅山 錄蔭師傅又可以 那又或者是說 我自己本身就是相信 就是不同的宗教的一種的法力 例如我自己本身 我是拜泰國佛的 拜泰國佛這樣的情況 那泰國佛裏面來說 都有一些的聖物 是可以辟邪保平安 那可能我就會介紹個客人 去請這一種的辟邪聖物 去嘗試 第二種方面來說 我自小 其實我是契了給呂祖先師 即是呂八仙裏面的那個 呂洞斌 契了給他的 所以我都對呂洞斌 即所謂的呂祖先師 有所認識 而呂祖先師裏面 其中有一個最出名的 就是符記 就是符記 最出名 我通常就會介紹個客人 去找呂祖先師的某一些壇 就去做了符記 去確認是否真的有鬼 因為很多時候是精神病的 精神病 即是十個撞鬼的人 有九個是精神病 只有一個是真的撞鬼 如果你是精神病的情況之下 根本上你找什麼驅鬼 寫什麼符 你都沒有辦法 真是對症下弱的 你可以找呂祖先師的一些痰 去做了符記 確認是否真的有鬼 通常那些痰都會有 如果真的有鬼的話 通常都會有一些符水 就會給一個善信去喝去解決 這樣的情況 如果符完肌問了 基本上不是有鬼的精神病 那就看醫生 就是這樣的情況 明白明白 你認為玄學和魔法最大的分別是哪裏 一般上來說 如果我們用到魔法這個名詞 通常是西洋方面的學術 西洋才會用魔法 我們很會說中國的魔法 中國用法術 西洋就是魔法 其實西洋方面的魔法 和中國的法術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實都可以這樣說 只是歸類為玄學這間範疇 就是說所有一些不是科學 可以能夠解釋得很完善的東西 全部都說它是玄學 就是一個很大範圍的 其實玄學裡面分很多種 其中就是講法術方面 你可以說它是屬於玄學的一種 但是結果一個命理學家或者風水師傅 其實它是不一定懂得魔法或者玄學的 魔法都是一些程序 就是做過一些程序 然後就得到一些力量 然後可以為人提供一些我們叫做助運 或者叫做一些趨吉避空 或者一些改善方面的一些情況 其實跟中國的寫符咒是類同 只是個方法不同的意思 我們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一集繼續有利映聰師傅為我解答 剩下的五條問題